好的这期呢是小伙伴投稿的孙悟空机甲十字杀国服同秒跑法 离国服成绩呢也就差了那么0.3秒左右 那孙悟空跑十字杀对比原机星之前的跑法还是挺多差别的哈 所以呢发发给大家欣赏一下吧 然后成绩方面的话孙悟空发布之前的十字杀国服是原机星的1分06.2 那现在呢孙悟空国服是1分05.5大概相差了有0.7秒左右吧 看似好像0.7秒差距不大 但是的话这可是短图哈 如果是长图加速带的话还是差别挺大的哈 不过他也就在加速带比较强 其他地图的话慢慢啃慢慢啃 这个国服记录呢还是久不久刷一张 但是呢肯定是应该干不过原机星了 那原机星反常的话我估计哈 要么月底要么就国庆这两个时间段 9月份的话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9月份是飞车的低迷时间段 相信他们不会选择一个低迷时期来反常一辆这么重磅的T车